我在這間店找到了那個Cathy花吧 原本還想逛逛 可是他這邊就有 然後我希望他教我怎麼把電池分開 OK! Hanson Boy 呃...你好嗎? 呃... 再見 再見 我的天啊 我的天 Oh my god He's gonna get one of these OK He's got the... 錢 好啦你們這樣啊 進去拜拜 拜拜 今天已經忘記在紐約的第幾天了 然後 然後 我... 你要不要拔什麼啊 紐約有點吵 其實今天我也不曉得錄什麼 就來錄我的超營養飛片 EP4 對第三、第二、第一集的有興趣 可以點底下的連結 我老婆她要起來一直去看 Hallie Porter百老會 可是我真的沒有興趣 而且時間很長 她分上下場 要花掉一整天的時間 所以我們今天打算分開旅行 他們去看她的 我去... 我去逛 If I try to draw the red lights I don't know 其實我蠻享受這種旅行啊 還有一點稍微分開啦 真的好冷 我講話有點結巴 各自有各自想做的事情啦 也不一定要整趟旅程啊 都綁在一起 像我就很不喜歡逛街 如果你叫我整天在等他們逛街啊 我也會瘋掉 那相對於這種音樂劇 我的興趣也比較缺缺 當然如果說 有些事情能夠在一起做 一起體驗是很好 不過有些時候分開一下 反而各自找到各自喜歡的東西 今天我想大致上有三件事情要做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想要去Casey的那間商店 看看有沒有開 很多人跟我講啊 要負運器了 有時候會開 有時候會沒有開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我想要去找那塊BOOST的花板 我已經上網訂了兩次喔 訂了兩次 就是後來的Mini X 刷卡以後又被退掉 因為他說我的認證不夠安全 所以沒有關係 我就去現場找找 如果有買到啊 我可能就想要在紐約街頭溜溜 第三件事情啊 就是我要找個地方坐下來 把一些信件回一回 還有一個業配的腳本要寫 因為這幾天真的都在旅行 所以很難靜下來 那今天利用他們去探訓的時間 最重要可能六七個小時的時間 我想找一個地方稍微靜一下 只要搜尋Casey 就可以找到他的地址 還蠻方便的 這邊坐車過去只要16分鐘 因為紐約地鐵啊 每次路口啊 都蠻難找的 進來以後啊 一開始我真的看不太懂 後來我發現 其實他們也蠻簡單 就分顏色跟英文 其實很簡單 不太容易做錯跟迷路啦 大家都說紐約地鐵很髒很亂 倒是覺得還好啦 我就覺得他就是有點歷史 當然是沒有清理的很乾淨 不過我覺得整體來講很多觀光客在搭 然後也蠻安全的 你不要晚上來搭 尤約真的有名真的超多 不過這也是一個社會的現象啦 像台灣還不一樣 因為靠近熱鬧的地方 像台北車站有名很多 可是這個地方真的很多 整個城市超多有名 掰掰 我到了啊 呵呵 我到了 再走七分鐘就可以到Casey的辦公室了 身為一個YouTuber一定要去看一下 我很喜歡紐約地鐵啊 出來啊不要再用一次票卡那種感覺 像你看我們在旅行 已經大包小包還要把那個票卡拿出來再插 真的麻煩 紐約地鐵在這一點非常棒 不過他好像是one price啊 就是一個價格 就是不論你從哪邊進去 從哪邊出來都是一個價值 紐約這個城市蠻好玩的 他們的紅綠燈啊 50%是拿來參考用 欸我到了耶 在這邊 他的店closed 沒有開 可是Casey的辦公室就在上面 我平常看的影像就是從這裡創作的 走到對面看一下 有來朝鮮過 至少我來過這個地方 掰掰 現在下午4點半啊 我已經在Starbucks啊 做了快兩個小時 我不敢喝太多咖啡 我只喝了一杯 而且不是點最大杯 因為美國的星巴克啊 很多都沒有廁所 像這間沒有廁所 那當然 因為其實他一杯4塊多 等一百多塊 跟台灣的價格差不多 所以美國星巴克 感覺就好像你在台灣看到85一樣 生意很好 然後東西也不貴 像美國的麥當勞的咖啡啊 其實跟星巴克的價格是差不多的 我不曉得大家知道 大麥克指數 以麥當勞的價格啊 是可以評斷說 這個地方的物價 到底是怎麼樣的 美國的麥當勞啊 幾乎是台灣的double的價格 所以這個地方的物價 將近是台灣的 兩倍 就會有人講說 啊是台灣的星巴克賣太貴了 但是我的看法比較不一樣 我覺得他能夠賣這個價格 是他的本事 就是有人喝嘛 如果你真的覺得貴啊 你可以跟我一樣 像我本身在台灣 是很少喝星巴克 你大可以 不去喝 今天統一集團在操作 星巴克啊 能生存 一定有他的願意 我在寫業配的腳本 其實最近我的商案 跟業配蠻多的 在接業配啊 很多時候我都喜歡 事先溝通 因為我認為 YouTube的業配啊 是把產品告訴消費者 替產品代言 有些廠商就是很希望說 你不斷的說 產品好啊 不斷的說 產品怎麼樣啊 你是用的心得啊 什麼有的沒有的 就是 有點那種代言人的味道 但是我的想法是說 我應該要把影片做好 告知消費者有這樣的產品 實際的說出心中的感受 至於規格好不好 網路上有太多的資料 你可以去找 那我只是把這個資訊告訴你 你去找 再來評論 你該不該買 所以我們在業配的同時 不應該一昧的意思說 產品好 其實應該說的是一個 體驗的感受 蠻開心的一點是說 我有幾支業配的影片啊 它的觀看率是比較高 願意付錢在所有廣告的廠商啊 多半他都會有一些 成效預算的下廣告 講這一點就稍微深一點 就是他同類型的競爭對手 一定也會下一些廣告 所以很容易你在做影片的時候 它會踩到一些關鍵字 可能就是一些 YouTube的廣告的關鍵字 所以YouTube在推送 這支影片的時候 一定會比較容易 當然也是要影片夠有趣 而且我覺得有一點 我非常堅持的就是說 不要為產品而業配 應該是為生活而業配 這樣的產品是 融入你的生活再來做業配 現在我在美國 早上我有個案子 就是明天要發的影片 剛剛那個廠商看過那個影片 是完全沒有改的 我真的是太感謝他 因為我覺得這種感覺 就是他信任我 這部片啊 就是QB沙發的影片 影片我把連結放在這邊 這廠商只跟我講一句 他覺得 我們拍得比他們好 這個對我來講 是一個非常大的鼓勵 因為我們真的是 拍出我們心中的那種感受 我很喜歡這樣子 因為他已經了解 自媒體為甚麼 深受大家喜愛的原因 我們是把我們的生活 分享在網路上 同時帶到他們產品 那今天因為你的一個東西 然後我說了不該說的話 做了不該做的事 其實對頻道的傷害是很深的 剛才去KC辦公司 其實KC他們 因為他們的廣告收入 遠比台灣高太多 而且他們講的是英文 他們的受眾高太多 像這麼一線的Youtuber 他們根本是不太需要業配 他們只要靠Youtube的流量 就其實很足夠去支撐 他們的生活 不過在台灣這一點 真的是非常難 我們能做的就是 選擇好的商品 錄出在自己的頻道 而且同時挑戰自己 想辦法讓業配的流量更高 讓業配流量更高 這件事情 絕對不是一昧的說 產品的好或特點 像皓皓一樣 他反而是用一種 趣味的方式 帶給各位 我現在就按了 我要離開了 我覺得我的尿快要噴出來 拜拜 我現在在下芒卡頓 然後 我可能會慢慢走 散步回到時代廣場 我住在那附近 我其實沒有帶小孩的時候 蠻喜歡用走的 我覺得用走的阿 比較能夠看到這個城市 不曉得就是很喜歡這種感覺 看看店面阿 然後看看附近的人潮阿 紐約真的是有很多東西可以看的地方 紐約阿 無時無刻你都會聽到 地鐵聲 警察聲 小房車 之類的 非常多 你看 有請客 我在這間店找到了那個 KC花吧 尤其他還想逛逛 可是他這邊就有 然後我希望他教我們把電子分開 好 好 你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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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天啊 天啊 他會買一個 他有這個 他有新的 我們有新的 我們有新的 你想要嗎 一千 哪裡來 台灣 台灣 對 對 對 你需要告訴我 如何防止 電子分開 好嗎 對 沒問題 用我的破英文 還可以跟他溝通 我覺得美國人阿 他們的心中那股 那種海童的感覺 是比亞洲人多的 OK 謝謝 你可以 這裡 哪裡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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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買了一千多塊 我買了一千多塊 你想要出來嗎 哈哈 嚇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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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幫我打開 看看裡面有什麼 噢 噢 iPhone 我只要有這個 所以這是一個 書籍 對 所以這是所有的 書籍 書籍 好 這就是它 這就是它 可以放下 是嗎 你現在可以放下 是 OK 是 對 這就是這裡 你放進 然後打開 然後打開 然後可以看到 多少能力 所以這是 90% 充電 嘿 去過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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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開心的 買到我夢寐以求的滑板 而且是在紐約 超棒 我決定滑他回 是在廣場 我看來真的溜滿眼的 紐約街頭的溜滑板機 跟台北感覺是差不多的 那個坑坑洞洞 超多 而且其實紐約街頭的腳踏車更多 路上好多腳踏車在串來串去 那 今天的廢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 分享 按讚 我們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下午點 隨時發布影片 我們明天見 拜拜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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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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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